電是工業之母 我們日常生活十一住行娛樂都離不開電 其實人類在4750年前就已經知道有電了 但我們真正能使用電的時間卻不到200年 那人們怎麼從認識電到使用電了呢? 故事得從16世紀末說起 英格蘭東部的小乘客其實是特郊區 一位戴著高帽 身穿拉夫嶺貴族服飾的大叔 正疑惑者看著手上的指南針 口中的男子語念著為什麼呢?為什麼呢? 這位大叔正是英格蘭皇家御吉爾伯特 當時人們早就知道有磁地這種東西 也應用於羅盤只能增身上 但吉爾伯特發現越往北走 磁針就會向下傾斜 他對此現象百思不得其解 現在我們對於未知的事物會Google 而身在17世紀的吉爾伯特 找到當時最新出版的自然百科全書《自然魔法》 在書中給的答案是 摩擦後的琥珀會跟天然磁鐵一樣呈生磁地 這理論源自於古希臘科學家台德斯 吉爾伯特恍人大悟 一定是他在走路時 鞋子還是褲子經過長時間的摩擦 所以產生了磁力 才導致磁針被他的鞋子褲子吸引 才會向下傾斜 但身為專業的醫生 他覺得得用科學的方法驗證才行 他先使用書上梭的琥珀 經過一番瘋狂摩擦後拿到指針旁 結果指針根本不為所動 看到此現象的吉爾伯特 諧信給自然魔法的作者波爾塔 說磨擦後的琥珀雖然和磁鐵都有吸引力 但是兩者是不同的東西 琥珀可以吸引小紫穴 但沒辦法吸引磁針 而磁石也不能吸引小紫穴 而波爾塔可是當時明正天下的大學者 不只在科學、自然領域 連練金術、占星術與神秘學都有所涉獵 被人們稱為暗黑教授 所以暗黑教授才不鳥他咧 被已讀不回的吉爾伯特 決定推翻波爾塔的舊理論 他覺得摩擦後的琥珀與磁鐵 雖然都有吸引力 但應該是不同的東西 玉依這工作可能蠻閒的 他在閒暇之餘做了大量的磁學實驗 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寫出了磁石論一書 書中說地球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磁鐵 還用了一個大磁石製造出一個小地球 這理論也合理的解釋了他當年的疑惑 磁針之所以向下傾斜 是受地球磁力影響的關係 這也是物理學史上第一部 系統闡述磁學的科學研究 前面有說過古希亞爾納摩擦過的琥珀 可以吸引一些小東西 吉爾伯特認為這種吸力與磁力不同 所以把這種現象命名為Elepusty 也就是來自於拉丁語的Innest Cruz 琥珀的意思 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有系統的發現電 也把電和磁的概念分離出來 在吉爾伯特以前 科學家們與暗黑教授一樣 認為兩者是一樣的東西 但相對磁而言 其實人們對電的認識更早 閃電是人們最早知道的電 不過古人並不清楚這是什麼東西 只好從宗教上尋找答案 像是中國人認為是雷公雷目 而人們最早可以自己生產的電則是禁電 戲院前地中海文明的人們發現 用虎伯感摩擦貓貓 可以吸引羽毛一類的物質 但他們並不知道如何解釋這個現象 接著過千年之久很長一段時間 人們對於電的研究是一片空白 直到一千年後 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尾聲 歐洲的科學研究正在蓬勃發展 大家沿著培根科學歸納法的邏輯道路 終於有一位醫生開始認真研究店 也因為這位醫生的偉大貢獻 吉爾伯特被後人尊稱為電學之父 影響力遠朝暗黑教授 甚至被加利略讚嘆為偉大到令人嫉妒 後來吉爾伯特染上鼠疫過世 但他死後 17-18世紀人類在電學上有長足的發展 許多科學家紛紛投入電學研究 像是做著名馬德堡半球實驗的那位人凶 奧托馮格利特他就在禁電上有所研究 發明了一部禁電發電機 1746年 荷蘭萊頓大學的教授穆森布羅克 發明了一種可以儲存禁電的瓶子 取名為萊頓瓶 只是人類第一次可以儲存電能 萊頓瓶放電所產生的電火花和PG趴阿森 很快就封名了全世界 鏡頭轉到海的另一端新大陸 一位禿頭的胖大叔 也對電力研究非常有興趣 他做了一個恐怖的實驗 在雷雨中晃飛一隻防偶藥鑰匙的風箏 只為了把閃電捕捉到萊頓瓶裡 這實驗非常危險 他並沒有說此實驗是他先制完成的 甚至也有人認為他根本沒有做此實驗 不過幾個月後 遠在俄國聖彼得堡科學院的院士 李奇曼收到胖大叔的啟發 也重複了此實驗 然後就被電死了 這位頑皮的兔兔大叔 便是一百美金上的那個人 美國獨立戰勝的英雄傅蘭克林 他對電學的貢獻也非常大 提出了證據與腹疾的概念 沿用資金 還發表了電荷守恆定律 1791年 義大利醫生加法尼在解剖青蛙時發現 只要拿著不同材質的金屬器械 觸碰青蛙大腿時 青蛙大腿就會突然抽搐雨下 對此現象 他研究10年後發表一篇論文 論肌肉運動中之電力作用 認為這是動物電 就跟海洋中的電脈一樣 這種電普遍存於動物體內 不管是否是活 只要達到條件 他就會釋放出來 至於為什麼動物身上有電 身為虔誠天主教徒的加法尼 只顧共同上帝 但也有人不同意他的說法 就是同為義大利人的物理學家福特 一開始他也贊同加法尼的論點 但秉持著科學精神 他一一驗證論文上的實驗 發現便沒有錯誤 只是福特是理性主義者 難以接受上帝把電存在動物身上的說法 於是他做了兩個實驗 第一把蛙腿的神經取代成條腿 發現神經居然也會抽動 這足以證明肌肉並非除電裝置 第二個實驗用他自己的舌頭取代蛙腿 結果明顯感覺到舌頭麻麻的 他因此認定這是相同的物理效應 兩種不同的金屬互相接觸就會產生電流 它純粹是一種物理現象 根本不是什麼動物電 所以不管是蛙腿還是舌頭 就只是一個驗證電流存在的器物而已 基於這個接觸理論 福特把兩種金屬和淨油鹽水的不波硬質板 排列在電路中確實產生了電流 所以在1800年發明了電堆 他通過不同的實驗 發現同樣性的金屬條進入強順的容量中 會產生穩定又強勁的電流 福特的電堆也就是現在電池的原型 這電池不含任何有機物 但仍然可以放電 只為了打臉加法尼的動物說 這是電穴發展史上一大突破 在此之前 摩擦生電所產生的電都是靜電 雖然能儲存於萊頓瓶 但放電的過程有如脫漿野馬 很快就後繼無力 你就不可能源源不絕 當然就不可能移用了 而福特的這種電池 是人類可以控制的持續電流 自此電穴進入了猛暴性發展的階段 這只為了打臉做出來的電池 竟然意外的製造出前所未有的連續電 也就是現在所謂的電流 連福特自己都黑人問號 1831年 英國物理學家法拉第 搞出了世界上最早發電機 他發現一塊鐵穿過一個B的線路時 線路內就會有電流產生 這個效應叫做電池感應 讓人類了解了電的本質 之後我們所熟知 對人類發展有重量極貢獻的人 如愛迪森、西烏、特斯拉、福特、凱莉等 他們所有造福人類的發明 全部都得靠電力啟動 電力可說從那個時代開始 主宰了整個工業界 講了這麼多國外 當然也要看看我們台灣 台灣電力大規模發展 從這時代開始 日本人在台灣各地興建發電廠 以及貫通南北的速電幹線 不過一直到的戰後 1905年在中期 都是以水利發電為主 隨著台灣工業迅速發展、用電量俱增 水利發電為主的設備也不夠實用 政府便著手開發大容量、高效率的火力發電 而與台灣電力發展 息息相關的便是源自日本的三菱電機 三菱電機從戰後便來到台灣 深淨台灣至今超過70年 不但技術頂尖、科技術還點得很滿 上天下海幾乎所不包 從人造衛星、自動化設備、半導體、發電廠的電機系統 勞於我們生活、息相關的空調、電體與家電 三菱電機都無所不在 前面說到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撥欠來台 同年三菱電機也來到台灣 協助政府發展、水利發電事業 只有70餘年間 在各大火力發電廠導入三菱電機的發電與變電設備 電力可視工業之母 有穩定的電力才能發展經濟 三菱電機可幫忙不曉得忙 只有台灣經濟起飛 政府也搞起了再生能源轉型 技術底的三菱電機當然沒有缺席 幫忙導入穩定的供電系統 與智慧電表相關技術 未來希望能藉著穩定供電和智慧配電 協助發展台灣再生能源 也提升產業競爭力 如果沒有穩定的供電 要發展經濟的話 死麻生提豆腐提都別提了 還好三菱電機的技術 盡量降低特定區域限電的不便 像是位於台灣南投的中央邊電所 就是使用三菱電機的設備 在921大地震後 更加強防震措施以確保電力配送穩定性 達到南電北送、北電南送的調度 畢竟台灣是科技島 沒有穩定的電力供給 影響的可不只是台灣經濟喔 環遊智慧電網也三菱電機的業務範圍之一 目前歐美、日中等國家都已經導入智慧電網 藉由智慧電表 能準確掌握每個家庭的用件情況 藉此達到有效的電力調度 以達成電力使用最大化 目前政府規劃2025年完成智慧電表的簡直目標 三菱電機在地更運70年 並與台灣社會緊密連接 為台灣社會與生活開創更美好 明天三菱電機無所不在 與大家在一起